再补充做一件小事情好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我开一个新的资料表 我一样的做法用刚刚的older day去做销售 可不可以画出直条图 当然可以画出直条图啊 例如说我又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义耳变成季 年变成季 季变成月 这都可以 那请问一下 您觉得这种图啊 这种图能不能做 因为它也是连续的资料 能不能做成那个我刚刚的浴室 好那我们就直接看答案 分析底下这边快速点亮一下 好看右边 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它的直条图 那直条图它这边会多一点点东西 这就是它的95信赖区间 好 12月有看到 稍微往下降一点 但是还是蛮高的 你应该记得就是9、11、12都还蛮高的 好 再接下来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1月、2月、3月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往上升 然后2017年的9月、11月、12月 你看是不是都还蛮高 而且它还把10月扑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它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结果 好 提供该门墙 就是说直条图照样也可以做哦 不是说只有折线图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10.2前版本 不好意思 只能做折线图 好 10.3以后可以做直条图 那当然原型图是没有这个预示 没有这个预测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预测就先介绍到这边咯